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我工作的时候 同学到时候我要做一个教教者 那么我想让我的孩子也成为教教者 那么必须呢 就是要培养孩子多方面 你没有钱怎么去培养呢 我为保险公司工作了19年 创造了3000万的业绩 积累了2000多名客户 2014年的1月4号 我经过我半年的努力 签了一张110万的大单 保险有10天犹豫期 到第8天的时候 把这张单子撤了 跟孩子说了 这单子没做成 然后孩子说 妈妈 那我这个研究生就不念了 不能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然后我一看孩子书不念了 这个对我打击是太大了 然后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事 就一二的病了 天天都是 晚上都是坐着才睡觉 因为没法烫 因为掉一趟的时候吧 就是浑身就要在脖子像谁拿绳的泪一样 就窒息了 然后我每半夜都在挫着睡觉 很痛苦 当时我就想 这个世界对我这么不公平了 然后就是不挑活了 从小就跳楼 就是在家人的呵护和好朋友们的每天的照顾下吧 我又终于活过来了 2014年到年底吧 我做了一次体检 查出来的是子宫肌瘤 喷腔肌液 还有那个宫颈癌病毒 呈阳性 当时我就很恐惧 很担忧 就是在这个期间呢 遇到我的好朋友李静范 了解到了三八夫的这个产品 我说贺小姐这样呢 因为我吧 不去公司了嘛 各方面都挺好 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 产品呢 我也用了 我这个未来月经验来了 完了我这妇科了 疾病也好了 然后呢 乳腺症神好了 然后她由于相信我 她就用上这款产品 我发现我脸色源源有暗黄 现在变得白了 我感觉有变化了 我就对她开始喜欢了 然后这个期间 不用了这几盒凝胶之后嘛 我又去做了一次复检 结果发生了变化 然后医生说没有肌瘤 然后我说不可能了 都整大了钱 说没有欧签哪样 医生也说 因为那肌瘤哪去了 医生也莫名其妙 然后这肌瘤没了 因为报告单有嘛 然后我又做那个HPV 又做筛查 那个三天以后取结果 取到结果之后是隐性 大家为我回答 那么我就在想 当我离开保险公司的时候 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付出都归联了 我一定要找一个 不像保险这样的工作 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然后又在7月24号25号 参加了天津的峰会 我心里想能够让我付出和回报 能成正比例的这个工作 找到了 那就是三马夫乐 但是呢 进去新来之后 我特意做了一项调查 我找了10个好朋友 结果有8个好朋友都跟我说 都有付出了毛病 因为平时都不好意思说嘛 就这样呢 我把这个产品给他们拿去 让他们试用 一段时间之后 给我的回馈就是 还要管我药物产品 然后他们的回馈 我也增加了我的细心 这真是一个大爱的世界 不仅是你美丽了健康了 然后呢 你就分享爱了 这个财富 我觉得好像这样也就来了 挡都挡不住了 工作了19年的保险 所有所有的一切 都是今天在为 三八富乐做准备 家里人现在非常支持我 最大的支持者就是我主任 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不是特别的支持 但是我看到他每天 逐渐地努力以后呢 我现在是比较支持他 做三八富乐这个行业呢 让妈妈能在 照顾好自己身体的情况下 然后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他热爱的这边 所以我希望他加油能够做好 我确实看到克桥了 那我更坚信了 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我觉得他是用这个产品非常好 然后呢还能够赚钱 所以说我就假如这三百富乐 完之后就跟他接着了解 就是这些领导员 团队公司 又了解自己确实挺好 完之后我就决定就做了 我们组建了一个七千女团队 这多月的时间呢 我们团队已经发展到五十多人了 就大家在一起 就是这种团队的冥具 大家一起来作战 没有什么心酸和痛苦 就是我去处于分享 人们在一起 健康 不是好 不是活日跟随 难难不得 才是今天滋味 上乡瑜点 有时雨在风吹 在苦在泪 无拒不悟 身上的痛让我难以住水 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泪 追逐梦想不是百转千回 无怨无悔从容面对 暴雨海红承承玫瑰 再惹悠悠 再惹悠 也一起去备 暴雨彩虹 承承玫瑰 如红丝海 将往天涯着梦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